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總統特朗普自從上星期開始 不斷猛烈抨擊世衛組織 說他們只懂得以中國為中心 凡事就是看中國頭 什麼都是顧著中國的利益 而罔顧了世界各國 於是乎特朗普總統就說要強烈考慮削減針對世衛組織的援助 甚至乎還在計劃要另起勞造飛起世衛 有很多共和黨籍的參議員和眾議員 都是禍應這個建議 因為大家都認為 沒理由要美國納稅人 去資助一個組織專門為中國利益服務 怎麼說也不通 到了今天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 在日內瓦總部召開記者會的時候就被問及到 美國總統威脅要削減金門 你有什麼回應 他說 美國還是世衛最大的資金貢獻國家 從2017年開始 我譚德塞已經多次跟特朗普總統會面 在兩個星期之前 我都跟特朗普總統通話 知道對方是樂於提供幫助的 我譚德塞也希望美國可以繼續資助世衛組織 我們之間的關係非常好 我們也希望這種關係將會持續下去 譚德塞 似乎是要緊急困難 明知自己被特朗普總統負責 但是也要塗上面膜高 要跟特朗普總統扮熟 攀一下關係 沒有他 他也是為了招錢 因為美國對於世衛組織來說實在太重要了 只是在2019年 美國對於世衛組織的捐獻 就佔了世衛組織的經費 24.8% 一張桌四隻腳 美國就是其中一隻腳 若然沒有了美國的話 單靠中國 那就是窩可 因為美國針對世衛組織的捐獻 就是中國的10倍 如果美國佔24.8% 中國就是佔2.48% 所以 當時是世衛需要美國 而不是美國需要世衛 世衛沒有了美國 就是會玩桥圓 譚德塞總幹事 之前在一個例行記者會當中 冤禮台灣 就說有一些來自台灣的網軍 針對你本人進行人身攻擊 以及發表了一些涉及種族歧視的言論 好了 後來台灣的法務部調查局 就已經查出了真相 就說這一批的網軍 根本上就是那些大陸網軍假裝的 假裝台灣人攻擊完你 還要假裝台灣人向你道歉 好了 那譚德塞總幹事 到底就此 有什麼回應呢 是沒有的 是不是你冤枉了別人 別人查完真相 你就沒有回應 好了 這時候反而在中國大陸裏頭 有很多措施都是針對非裔的人士 有一些不公平對待 比如說很多廣州三元里的業主 在沒有任何合理原因下 居然驅趕了非裔的租客 還連租金和按金都退回給人 比如說在廣州麥當勞 居然貼出一張告示 說明不准任何非裔人士光顧 再比如說 有些在廣州參與防控工作的人員 居然沒收了非裔人士的護照 驚動到尼日利亞駐廣州總領市去解圍 譚德塞總幹事既然 這麼幫這班非裔人士來發聲 大意想言 針對你本人的攻擊就沒問題 但不能發表任何種族歧視的言論 言論都不行 更何況行動 廣州天天都發生這些事 只是在小北路 就已經整班非裔人士沒有屋住 流落街頭 被人拍了那些 影片出來 放上網 譚德塞總幹事為什麼可以視若無睹 是不是阿力上身 看不到看不到就沒有發生 這些就是應驗了特朗普總統的批評 就是你凡事都是以中國為中心 你就只顧為中國的利益服務 中國發生了什麼的狀況 你就完全是看不到的 台灣那些所謂的網軍 你就馬上去出聲 說都不行 沒問題 說都不應該說 我認為 做更加不應該 是不是 做的你不去批評 那你說這是什麼總幹事 這些是 浪費你 好了 說到廣州非裔人士遭到不公平的對待 美國國務院的發言人 前陣子也有為非裔人士發聲 而且還譏諷 中非友誼 只不過是虛有其表 中國外交部的戰狼發言人 趙立堅 就此有些回應 他就說 我們奉勸美方 都是把精力放在本國的防控工作上 企圖借機挑撥中非友好關係 是不可能得逞的 實情又不是美國去挑撥的 當然是你對人不好 所以就搞到非洲多國的政要 都要召見當地的中國大使 提出嚴正的抗議 就說你要保障 在華公民的安全才行 而且 非洲多國的駐華大使 又提出了一封聯儲信 被外交部長王毅 就說你要嚴重正視這個問題才行 不能夠無止境地繼續 租責非裔人士 這些是美國來挑撥的嗎 難道美國打電話叫廣州的麥當勞 叫他不要開門給非裔人士光顧 難道美國打電話給廣州的業主 叫他不要租給非裔人士 這些擺明就是轉而視線 是你本國的人對非裔人士不友善 有一些不公平的待遇 人家進行了十四天的隔離以後 你還叫人家去隔離 人家已經是檢測過是沒事的了 還要繼續有一些不公平的待遇 這些關美國什麼事呢 你自己的其身不正 不然人家怎會投訴你 駐華大使 怎會召見你那些中國駐當地的大使 你都發聲多了 那些外交部駐外機構的人員 輪到非洲的人發威了 這樣還可以抵賴美國 連小粉紅也不相信 然後我們又說下一件事 原來中日媒體之間又掀起了新一輪的馬戰 這次又發生什麼事呢 事源就是日本的獨賣新聞 民主中國總局長竹內成一郎 在這個世界觀點專欄寫了一篇文章 標題叫做什麼呢 叫做不能道歉的黨的作簡自薄 他就說 中國在處理這次疫情當中 就讓他清楚地看到 中共體制有著不道歉的本質 他就說 習近平政府對於這個疫情的處理 就被人批評是人禍 因為中共在疫情發生的初期就封鎖資訊 言辭呼籲民眾要提防 最終就演變成全球大流行的情況 這位竹內成一郎就指出 說中國的統治者不道歉 並非傳統來的 因為中國歷代王朝當中 每當發生瘟疫等等的災害 那些皇帝都會下笑罪己 就會向人民謝罪 有這個慣例 他就統計過了 自從漢代以來的二千多年之間 平均每百年就有一次下召罪己 即使是天災 皇帝都會以天子的身份釐清責任 而中共的體制 當然就不像古代那樣 君權神授 但也不是經過選舉產生 得不到人民的授權 支撐中共統治正當性是靠什麼呢 就是靠著不會犯錯的統治神話 一旦認錯的話就很可能導致中共的體制崩潰 所以中共對這一點就很敏感 這位竹內成一郎就是講中了 如果不是 後來這個環球時報和外交部的發言人 怎麼會隔他才行 大家想一下 當時大陸 所謂平反冤架錯案 都是純粹給你一張紙 都是說幫你摘帽 之前的評價有誤等等 都是沒有道歉的 就算是明知判錯了你也不會向你道歉 更何況現在出現這種情形 就更加不會了 跟著這個環球時報又怎麼駁斥別人 就說 獨賣新聞出色一點 不要只是看美國的面色來講中國 這篇文章無非就是裝兇作勢 竹內先生應該有更高的思想格局才是 將真實的中國寫給日本的公眾看 告訴整個西方 而不是罔顧事實 看著西方老大美國的面色來寫稿 在中日之間製造新的矛盾和衝突 請多有一些作為日本人精神和思維的獨立 多有一些作為日本人的骨氣 這個外交部戰狼發言人趙立堅又怎麼隔人呢 就說你獨賣新聞這篇文章的罔顧事實 惡意攻擊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 充斥對著中國的無知 偏見和傲慢 是對國際社會包括日本民眾對華認知的嚴重錯誤 完全不能夠接受 外交部已經向獨賣新聞相關的負責人 提出了嚴正的交涉 那是否驅逐竹內成一郎記者 叫他回日本睡覺 愚蠢的人就寫對了 就說那些皇帝也會懂得下召罪己 那為什麼當今聖上他又不會呢 其實大家都看到當中有一個反諷 你當今聖上就懂得行終身制 但是竟然那個責任 就連以前的皇帝的天子都不如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